这个面前有四个大小不一的盲盒 每个队可以选择两个盲盒 因为盲牌家族获胜更多 所以可以优先选择盲盒 我们选两个小的 你们是客人 这会儿想起来我们是客人了 来 给你们 盲盒的每一层上面 都有一张国曼海报 两队要PK 谁拆到的国曼年代更久远 每拆掉一层则即刻作废 每一个盲盒里面藏有一个危险的炸弹 爆了 这爆了 拆到炸弹的话就整合作废 这也太新了 大声归来 这个老了 这个好 稳一点呗 拆 有点害怕 拆 不拆了 不拆了 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早 你看他还专门写彩色动画片 意味着那个时候彩色都是比较罕见 干嘛 他们输了 这个很牛哈 这个绝了 他们有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比较老 拆 这个还有 拆 你手气好一点 你拆 这太新了 哎呀 哪吒 再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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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它拆 拆爆为止 拆爆为止 哎呀 磨片磨片 这个我都不知道了 为什么是黑的 哦 我知道这个 我知道这个 这个好像就特别特别糟了 太好了 就它了 哦 还有一个 哇 兄弟们 哇 小鸽子长毛毛 别拆了 别拆了 这个早 我觉得那个很早了 水墨化 不行了 太柴了 不要太贪婪了 这都魔童将士啦 我们拆得越拆越新 那没办法了 你们现在魔童将士 肯定赢不过我们了 我们赢了 我们也是 来 来 我们的乌鸦 为什么这么黑 你们呢 你们选了哪个 小蝌蚪找妈妈 哎呦 好新的动画片咯 不说别的 小蝌蚪找妈妈 我们都看过 这个谁看过 乌鸦为什么这么黑 谁听过 不好说哎 那我公布一下 这两张海报啊 书队要接受惩罚 其实所有人 在节目播出当天 都要发微博 好 只是赢的那队 我们将会以一个 全新的 正面积极阳光的 动漫形象来发微博 而书队 将会以反派角色的身份 把自己扮上来发微博 我扮羊笔好了 就是 乌鸦为什么这么黑 是彩色动画 哦 对 像那个乌鸦是彩色的 小蝌蚪找妈妈 是水墨的 哇 小蝌蚪找妈妈 一九六一年 哦 稳了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 彩色的 一九五六年 哇 哇 恭喜 王牌加速获胜 其实四个盲盒当中 有一个隐藏款 没人拆到 把这拆了 拆了 拆了 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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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这是什么 读出来给我们听听 哎呀 书震东华文打字机 就是 就是料到我们这里不敢拆了 书震东华文打字机 年份 哎呀 一九二二年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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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 但是到这儿不敢拆了 一百年前就是他 哇 哎呀 这就是中国动画一百年的由来 那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广告片 但从他开始 开启了中国动画的一个萌芽 从一九二二年到现在 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中国的动画走过了百年 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